大家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和那个上个视频 那个魅兰12的是一个人机过来的 同时机的两部手机,这是一个8XMX,这水机比较大 然后也是不开机的,我们充电,充电四大也是没反应 一点电流没有 我们插上器也是一点反应的没有啊,充电电流 5V0点,一点反应没有啊 然后,它这个也是,外屏也是摔的碎啊,外屏摔碎 也是看一下,然后再看这手机还是,称次还可以 然后我们接下来准备,打开检测一下,检测一下 现在这是什么电流 这个我们把这个后带加热打开了,这个塑料 这个后带很薄啊,塑料的 然后我们再把,又把这个螺丝全部拆掉了,螺丝全部拆掉了 这螺丝很多啊,看一下,我们全部都在一起啊,螺丝非常多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拿开 我们把这个搬开啊,搬开 这手机非常亮啊,因为这手机没被我修过,然后非常亮啊 然后我们先端电啊,先端电,端电看一下 检测一下主板,它就是 充电5电流,我们先检测一下主板 什么,什么固扬啊 好,我们加电 加电以后发现,加电不漏电啊,我们按下开键看一下 开机键,按下开键啊,这一摆一摆的,电流一摆一摆的 这种电流就是有短路的地方啊,它保护了,它就会这样一摆一摆的啊 很明显就是,保护了,电有什么地方短路了啊,保护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再多看一下 然后松手归零啊,一按一下就一摆一摆的不开机 松手归零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波形电流表啊,它是一个方波一个方波的啊 嗯,好,我们就先测到这里啊,然后这个固扬就是,这些啊,下一步就是维修的过程啊 这个过程就要一步一步检查了,有点慢啊,然后修好了再发视频吧 好,这个感谢支持啊,有些修是独办的,修进不关净水,送水的都可以发备修 像这些手机啊,基本上修复力很高 好,双机再关注啊